暑假到了 南投家福中心之前为受辅助的孩童们 举行暑期课业辅导开业典礼 今年特别赠送 具有相当意义的12样见面礼给小朋友们 其中有OKBON 象征为人抚慰心灵 以及巧克力 象征增加能量 12样礼物各具意义 今年特别的是送每一个小朋友 12项的小礼物 这里面比较有含义的是 比如说我们的OKBON 可以帮助别人 可以抚慰伤口 还有巧克力增加能量 还有我们棉神 可以框住友谊联系 还有橡皮擦 可以把一些过去不好的擦掉 然后重新开始 很多还有冲板 有一言赴使万象更新的意义 藉由这些让小朋友 能够帮助更会想 帮助更多的人 每一年 家福中心都会为孩子 办理课业辅导 县议员罗美玲 也是家福中心的委员 常年赞助家福中心 她希望孩子们 除了参加课业辅导之外 也要注意户外活动时的安全 南投县家福中心 每一年暑假 都会为受辅助的孩子 办理这个暑期 这个辅导课程 那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家福中心 为我们这些弱势的孩子 举办这个暑假 一系列的这个课程的辅导 那我们也希望说孩子们 暑假除了说 好好地放松之外呢 也能够在课业上 能做加强 为未来新的一年 做好打好这个基础 那孩子们 这两个月的暑假 除了学习之外 我们也希望说 孩子也多到外面去活动 那当然去做活动的时候 也要注意这个户外的这个安全 常年支持家福中心的赞助单位 欧群科技董事长廖岳照说 该公司每个月提供一万两千元的经费 给十二位小朋友 未来还会再增加辅助对象 对于家福中心 我们特别的照顾 因为这些小朋友都是需要照顾的人 那公司提拨这些小小的经费 每个月提拨一万二 给十二位小朋友 那未来还会增加到三位 也就是十五位 那对于这个客服班的活动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 今天看到各位小朋友 很高兴很快乐的学习 我们希望未来还可以提拨更多的经费 典礼一开始 有客服班成员在台上唱唱跳跳 展现活力 并由主委陈学棠 赠送十二样具有含义的礼物 给每位小朋友 现议员罗美玲也希望小朋友 在客服期间能够注意户外安全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